運動本身就是科學 運動是科學 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個觀念只要你建立之後 對我來講受用一輩子 希望我在年輕的時候 可以多做一點 就是特別的事情這樣子 你20歲的時間 跟你80歲的時間是不一樣 你可以做的事情會差很多 我覺得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習慣 第二個是好奇 其實運動員一樣 運動員雖然現場觀眾很多 可是我們站上那個舞台 就知道說 當下誰在喊什麼東西 你根本就聽不到 其實就是對健身有愛 40歲不會老 50歲 60歲 甚至70歲 都能訓練的 我會跟大腦說 我要進入那個狀態了 請你把力量給我吧 哈囉 我是2023SBD精英運動員楊哥 哈囉 我是2023SBD精英焦點人物 陳志豪醫師 哈囉 我是2023SBD精英運動員王啟安 哈囉大家好 我是2023SBD精英運動員楊玉 很緊張 然後壓力算蠻大的 會覺得說 那今年如果沒有 黎明或冠軍會不會 就對自己會比較失望 但是也很興奮 因為每一次的 那個項目是不一樣的 只能說瘦蟲若驚吧 因為其實從小 我的體型就比較 講好聽就大直 講難聽就是胖 我國中的時候體重 就100多公斤 我看過你有很瘦的照片 對對對 可是那是因為後來 硬是用飲食跟 有氧運動把它剪下去的 那並不是一個 屬於我的 一個最適合的體型 對那也大概就是在這三四年開始 有在接觸力量相關的競賽 比如說建立或是大力士比賽 才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有一點天分 然後努力有一點成果 然後就開始受到 然後大家也開始算是認可吧 那最後在有SBD這邊跟我說 精英運動員的邀請 我就覺得 哇這一切蠻不可思議的 今年用第一升的專門 參加了兩次兩週盃的競賽 其實今年蠻開心的 因為狀況調整得還不錯 本來我的目標就是 因為強項是臥推 所以我去參加兩次比賽 一次是在印度的阿拉布查 雅錦賽 一次是在香港的亞太季非洲聯合建立比賽 兩次都是臥推都有拿到金牌 也是非常非常開心 對其實一開始根本就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巨人應該會拿到最後的冠軍 當然他表現也非常非常好 大力士比賽的項目 因為去在怪獸訓練做 我們俱樂部研究班的過程中 其實都有摸過 比賽前一兩週 我就發現自己狀況好像還蠻好的 因為去年第一項是拉雪橋 拉雪橋一直是我最不擅長 而且平時練起來最麻煩的項目 所以我在比賽前只練過兩次而已 那次一拉雪橋我就發現 今天好像可以去衝一下名次 好像有點希望 那也許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跟信心互相加乘下去 到最後的硬曲 我在練習的時候最多只有拉到五下 但是比賽的時候拉了好像是十下吧 應該就是有一個莫名的加乘效果 很幸運是去年真的是 總分比較高 所以得了冠軍這樣子 比較緊張是滾木鋼推舉 跟薩包上肩 因為我們建立是 深蹲 臥推 硬舉 比較沒有過頭的動作 所以其實我的肩推也沒有很好這樣 所以有沒有特別為了這次過頭推動作的加強 很努力 對 那確實今年的重量真的比較重 所以現在還在努力中 對 我在第二艘舊分隊 在桃園 在桃園的中立市那邊 穿特艘嗎 對 穿特艘 對 消防署有辦一個全國性的 類似像戰術體能的比賽 可是比較偏向更偏向消防員 然後會去報名 那也要好好的備賽 用所學到的知識去排自己課表 成果很好就是全國第一 而且贏全國第二名秒數很多 那後面我就用這個實證去推戰術體能 這個科學化訓練概念 那時候都是跟有興趣的夥伴自費自駕 去各縣市去教課 大家越來越有興趣之後 就是開始接受這一塊的人就變多了 因為你要推動這個事情是蠻難的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 這些東西不需要有器材就可以讓你變強壯 但是現在其實時過境遷嘛 所以我們有這些器材 或者是一些新的知識出來 其實可以有更多其他的方式去訓練這樣子 我以前應該是說從小到大是運動還不錯 但是就僅止於還不錯 體型瘦身高又矮 所以你說要參加什麼校隊大概也沒辦法 但是也因為考量到自己很瘦 所以以前早期沒有什麼網路媒體 以前看到雜誌上面阿諾斯瓦辛格 那個很壯看了就很開心 就是想方設法找各種資訊怎麼練壯 找不到資訊 那碰巧我自己因為念了醫學系 從生理阿 從解剖阿 從病理阿 各種的臨床之間去學完之後 我就發現說原來資料都在裡面 基礎知識都在裡頭了 那除了運動之外 因為以前也有加設網站 也很喜歡跟大家分享 也不能說教學啦 但是很希望是說 用自己的醫學上面的知識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去看待運動 那怎麼樣能夠從科學實證 讓大家可以一路這樣進步過來 運動是科學 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個觀念只要一建立之後 對我來講受用一輩子 其實這些身份 不是同時之間加到我身上來 因為我以前是念大學念外文系 然後研究所念翻譯 所以我一直以來大概從20歲左右 不對喔 我從18、19歲開始做家教 那家教教到小補習班 中大型補習班 那其實我即便到了現在 我都還是在補習班教書 對 後來記憶體能這一塊就是 因緣際會又認識了何老師 何立安老師 慢慢的上他的俱樂部研究班 然後就開始自己練得也還算OK 那就帶著身邊的朋友一起練 慢慢的累積到現在 所以剛剛講的那些所有的角色 就是在一個一個一個這樣累加上來 你是體育科幻副生嗎 對 算是 就體保生 那你小時候的專項是什麼 兩百四百 短跑 對 你是田徑選手 對 後來沒有當選手 因為我大概跑了到高中畢業 所以跑了六年 然後後來就決定要休息 就結束了這個選手生涯這樣子 總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我們想像中的建立跟營養訓練 大學三年級開始就是懵懵懂懂這樣 因為那時候其實是想要減肥 就觀念啦 那是觀念就是以前會說不要吃碳水 然後你就一直有氧跑步 然後就會瘦 殊不知那時候就是一直腹胖 那後來是因為念了那個運動保健學系 他會有營養學 激動學 然後還有解剖學等等的 那就會接觸到正確的運動指示 然後再來是學習重訓 那時候學校有開重量訓練的課程 後來就是以健身教練導向去學習這些技能 在畢業之後就直接去趁提斯汗面試 然後當教練 踏入的話他其實是一個契機有一個學長 算是接觸建立這一塊的一個教練 所以我跟他一起就是 算是元老級啊 我算是他們團隊的元老級 好啊那你意思 對對對 像肯特也是欸你知道嗎 肯特是後面 對啊 肯特是我的 對 肯特的話謝謝你家人 對 在全國拿到第一之後我就去 回到剛剛那個 我就想要去世界比賽嘛 就先到中國那一次這樣子 後面沒有得名回來 我就跟夥伴組台灣先鋒者這個團隊 我們主要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戰術體能的教學推廣 第二個是戰術體能的競賽 對 那我比較就負責競賽端 那其他夥伴比較負責教課端這樣子 我覺得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習慣 第二個是好奇 那所謂習慣 就是說欸刷牙洗練嘛 刷牙洗練 你可能覺得很煩 可是你必須要做 所以訓練我覺得是一種責任 而且現在身為教練嘛 訓練更是一種 我的職務上面的一個必然 好奇就是說欸 我像我們一開始接觸 比如說槓鈴訓練 那槓鈴動作雖然很多種 身蹲硬舉 臥推 划船等等這些 但是欸看他慢慢的 有大力士訓練 然後有滾木槓沙包 然後有特殊的槓鈴 或是各式各樣的這種 我覺得身為一個人 就應該會對這種東西產生好奇 那好奇的話 就會想要去嘗試去學 其實壓力太大 我就是睡飽就好啊 事情很多很忙 總是一個一個把它處理掉 睡飽腦筋清楚 那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講 就很夠了 如果一個戰術員要越來越強壯 那他的知識背景要有 會編排自己的課表 然後依照自己的職位去做調整 對那像我可能是特殊的 可能我會需求最大肌力稍微 比重多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很靈活很千變萬化的 要怎樣避免這個狀況 就是要一直去找尋目標 因為我發現如果沒有設定一些小中大目標 結果也會躺在床上 一直常常看廢片這樣滑手機 就是說服自己 因為我覺得所有事情 都是你在想的時候就先累 那個是才是最累的事情 就是你不能先想說 訓練好累 所以我不想去做 因為你會更不想做 對所以你倒不如先做 然後珍惜你可以練的時間 因為我真的覺得時間很少 那有時候就是你身邊的夥伴 他就會說走啦去練啦 或是說你昨天沒練 你今天要不要練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夥伴也很重要 總是有時候遇到一些風風雨 或是你要怎樣去面對它 就像冰山一樣 你只看到我的上面 其實下面很多很複雜的因素 我要去面對去處理 可能我年輕的時候會比較衝 但是我現在有一句作文明 我真的很喜歡 大概有點長 然後他在去處理的時候 他寫下來一段話 人之一生如負重遠行 緩緩勿急 常思坎坷 則不敢不足 如果心有奢望 你就思困窘之時 他接下來說 忍耐是無事長久的基本 要知憤怒是大敵 若只知聖而不知敗 則長久生必遭其害這樣子 就是他教我學會而忍耐 然後有些事情 要讓他去發笑一陣子 千萬不要隨便的憤怒 要去用智慧去化解 任何遇到的事情 不只是訓練 就是人生中所有的挑戰 都要去用智慧去面對它這樣子 如果說真的要講周佑銘的話 就是天道酬勤啊 我自然我比較屬於比賽型選手 比賽的時候我比較能發揮 平常沒辦法發揮的表現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你到比賽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想 你有沒有做什麼做什麼 你就是盡可能的去做到好 然後不要失誤 對 就是經驗啊 我很喜歡一句話是 你學過的每一件事 你遭受過的每一次的苦難 會在你人生中的某些時刻 派上用場 當我遇到比較辛苦的時候 就會想到這句話 這樣子 我覺得口藝員跟運動員有一個特點 就是很多人會看著你 可是你看不到他們 外面觀眾都看著Speaker 那我們在Boost裡面 我們只要出一個差錯 全場都會知道 如果我們不出錯的話 沒有人會知道我們的存在 看起來是一個壓力很大的工作 一個角色 可是實際上是一個 我可以在 其實沒有人真正在看著我的情況下 去努力做我覺得是對的事情 那其實運動員一樣 運動員雖然現場觀眾很多 可是我們站上那個舞台就知道說 當下誰在喊什麼東西 你根本就聽不到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當下跟口藝 做口藝的感覺有點像 我就是去把自己能發揮的東西 發揮出來 就不用去管 什麼現場的緊張 其他的人的表現 我就把我自己能 身體的所有的 腦力也好 體力也好 全部都炸出來就對了 對健身這一關 因為我就是長期參與 他自己也喜歡 而且我深刻的體驗到 健身適合全年凌晨的人參與 而且越衰弱的人 越有用 40歲不會老 50歲 60歲 甚至70歲 都能訓練的 我一般自己訓練的時候 我都是其實我覺得 自己狀態都會懶懶的 就是沒辦法到100% 我覺得我是非常比賽型的選手 一定要就是那種 氣氛現場 我會跟大腦說 我要進入那個狀態了 請你把力量給我吧 那我的身體就會 回應我去做這件事 告訴自己 你就用力就對了 你還有力 你可能就參加這個賽事 也人生不過幾次 那你就放手 放板去做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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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